又到金九银时秋招季 10月24号 中心社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区举办的一场招聘会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是一场面对在京外籍留学生的专场招聘会 现场不少前来求职的留学生手持简历 在各个企业展位前交流咨询 短短十几分钟 不少展位前就排起了长龙 我希望我可以在一个国籍公司工作 是因为我最大的优势就是知道很多语言 就是会说很多语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就在这样的工作方面上 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今天到这半个小时之内 大概已经收了十份左右的简历 有一半的投简历者都是我们的外国友人 然后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招的这个专业 还有一些是获得了这个政府奖学金 跟那个一等奖金的一些学生 然后有几个就是比较有意向 聊得也比较不错 进入这个后续面试的话 我们可能会请他们去我们公司总部 再聊一下 来自韩国的留学生郑向基 向多加心仪的企业投递了简历 他希望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 而线下专场招聘会 能够零距离了解企业文化岗位信息 帮助他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岗位 我觉得中国它的整个社会氛围 相对来讲还是很包容的 所以我的就业范围可能是一线大城市 以北京然后广州深圳 这些一线城市优先吧 我觉得线下的招聘会 还是很难得的 有这么多家好的公司 能够给我一些机会 能够去沟通 有什么疑问 这包括我刚刚问到的两个 这个岗位的区别是什么 我也能最快地得到最直接的反馈 所以来这边先去 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投递了之后 我至少能比我线上有更多的反馈吧 记者发现现场企业涵盖金融 科技 医药 建筑等多领域 大多数岗位更倾向专业对口 主观能动性强的求职者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留学生具备的独特优势 与企业需求不谋而合 刚才我聊的几个有孟加拉人 刚好我们北京局 在那个孟加拉 有一个帕德马大桥项目 它虽然中文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它可能会相对那些 没有来过中国的这个 外国人 外国毕业生 更能了解我们这个企业吧 相对更了解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个 他们应聘的时候 也可能会倾向一些 我们其实是需要说 这些同学有比较好的 这种说法 比较开拓实际的思维 然后对这种新的技术 包括一些这个 像最近毕业伙的 XDP这些 一定要一定的追求和了解 从整体说起来 还是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有一些 这个海外 马来西亚 越南 包括一些这个 东亚亚这些国家的 对啊 这些同学 他们整体这个技术素质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里边就学这种 偏研发力的岗位 其实和我们的需求 是很契合的